美国林肯号航母低调出港,目标直指亚太,专门过来盯防中朝 这艘航母的战斗力如何,美国人又为什么要派遣这艘航母来到中国海域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美国人把原本部署在亚洲的罗斯福号航母拉到了中东,顶了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缸 至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到底是被炸坏了,还是达不到作战标准,那都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目已成舟,现在再怎么讨论也不可能改变当前美国缺航母的现状 所以美国人决定把林肯号航母拉出来送到太中央,顶替罗斯福号航母原本的工作,兵防中国 这次部署和以前不同,以前美国人部署航母那都得是敲锣打鼓,泼水进阶,生怕别人不知道 但这次美国人部署航母却非常低调,一句话都不说呀 要不是因为我搜了一下美国航母相关的关键词,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美国人低调的原因恐怕有以下这么几个,首先是对美国自身航母战斗力不够自信 我们可以看看当前美国还没返回的几个航母 那罗斯福号就不用说了,人家是替代艾森豪威尔的 艾森豪威尔因故必须回到美国本土,剩下的还有一个里根 然而直到现在里根仍旧处于核泄漏状态中,待在日本回不来了 由此可见美国航母战斗群现在的战力非常堪忧 航母本身的设计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维护保养的问题有那么一点点大 然后就是这次林肯号航母的目标是中国 林肯作为第三航母打击群的旗舰将携带第九战斗机 连队的各类战机携手第21驱逐舰中队的导弹驱逐舰 斯普鲁恩斯号共同执行任务 实话实说,这个战斗力在低导链之内不够看 至少要翻两到三倍才勉强能面对中国海军 尤其是坑街的815A电子侦察船 如果美国人把航母大张旗鼓的派出来 那中国的815A恐怕又得在后面偷偷摸摸跟机 摸一摸林肯号航母的相关情报 所以在美国准备好之前不大张旗鼓的宣传林肯号航母 恐怕也是有这个理由在里面 第三个原因恐怕是林肯号航母还在等 他等的是华盛顿号航母 刚才我也说了,一个航母战斗群盯中国纯属天方夜谭 而美国也没打算让林肯号来 除了林肯号,他们还准备调渡即将结束 换南美洲航行的华盛顿号航母 根据美国方面规划 华盛顿号在完成南美洲环绕航行任务之后 会休息几个月 在军舰和人员的整备工作结束之后 就要正式调渡到亚洲配合林肯号航母的行动 至于林肯号航母来到中国后 能不能掀起什么风浪 那其实很难 之前美国人曾试图搞过一个五航母联合 对中国施压的行动 就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人调来的航母就是卡尔文森号 华斯福号 里根号 华盛顿号 以及林肯号 结果五航母集结行动之中 原本已经燃料泄露的里根号 不出意外的又拉夸了 华盛顿号航母的到来 刚好也是为了替代里根号的行动 只不过最后由于里根号出了意外 无法行动 华盛顿号没办法进行替换 但是出都出来了 又不能出来一圈什么事都没干 所以就给这艘航母派到南美洲 搞自由航行去了 至于最后一艘林肯号 那人家当时只是嘴上说着要来 实际根据南海泰士感知给出的消息 二月初人家林肯号早就已经溜之大吉 掉头回家 从一开始压根就没来亚太的计划 说什么来威慑中国都是吓唬人的 有一说一 林肯号航母的战斗力也就那样 不过是一艘常规的美国航空母舰而已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林肯号航母也陷入了超级部署的状态中 毕竟他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才刚刚回到美国进行检修工作 而且还没进行完全检修 现在就又被迫拉出来站岗了 按照美国原本的计划 是杜鲁门整备工作完成之后 替代艾森豪威尔 然后华盛顿和罗斯福去亚太盯中国 结果现在由于艾森豪威尔提前拉跨 杜鲁门尚未完成整备 所以只能临时拉出来 米肯给杜鲁门顶一下钢 让他和华盛顿先盯着中国 等杜鲁门整备工作完成之后 再代替林肯让林肯回去休息 从美国调度航母的行动上 我们就能看出来 现在美国的状态 用六个字就能形容 那就是拆东墙补西墙